採茶時間是不是也有點差別性 白天才可以採啊 那晚上的話可以叫茶就對了 身為料理界的偶像明星 這麼早來其實就是為了要尋找食材 為什麼要尋找食材 因為食材就是料理的偶像 沒錯吧 對不對就要一個食材之旅 食材之旅 所以你現在給我一個蘋果 難道是日本複製蘋果 但是我沒有那個經費都沒去 但你前面誰屁啊 日本都沒辦法去 紐西蘭有辦法去 應該會有一個產品是我去得了了吧 沒錯 喔 原脆冷脆蜜香紅香 這喝得出來 它的產地應該在花蓮 這你也喝得出來 不是 因為今天通告發花蓮了 不可能吧 應該是吧 是吧 好 好 所以這樣我們就去採茶吧 走 大家好 你好你好 請問怎麼稱呼 我姓葉 姓葉 所以姓大哥 我們今天要採茶做製造蜜香紅茶 不是啊我們今天他們節目上是說 我來介紹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們採茶應該要嗎 採茶要體驗一下茶葉怎麼來源 怎麼樣製作過程是怎麼樣 這樣我想問一下說採茶時間 今天是不是也有點差別性啊 當然就白天才可以採 那晚上的話可以叫茶就對了 可以喝茶不能叫茶 好 達到這樣一瓶 這個一瓶喔 大概要採多久 大概要採一個小時 那我們檢查 如果我只要喝一口 喝一口沒問題 那你十分鐘就喝掉一瓶 那工作一個小時 好這樣我們就開始採茶好了 這個工具交給你 小學生背書包 小學生沒背過書包 我都叫我們家那個 誰幫我 這個不算的話 當肥料 當肥料 欸不對 肥料在那裡 那時間要很久 是不是這個 對對對 那我這麼大便 那搞到什麼時候 不是老婆 你收拾 收拾你的情緒啦 你不要生氣啦 好啦我那八個人來教我啦 OKOKOK 你不要生氣喔 我等一下我帶你來去 我們的師傅 怎麼教你怎麼採茶 好 你好我是Fred 要帶斗粒茶 要帶斗粒可以 我拍武俠片 老師請問一下這個是要怎麼樣接比較正確 這個每根茶葉它成長的是不一樣 對 有的是先長啊 然後這個是比較嫩 你就從這邊這樣 喔嫩的話就是從 盡量不要讓它有根就對了 盡量啦 剛才那是比較嫩 這個少一個葉子 就這樣兩個 基本上它這個還很嫩 這個就要少一葉這樣 好我會了 我會了 可以了 就趕快用功啊 趕快用功喔 對啊 對啊 你隻手怎麼那麼多 你不要放那邊啦 來 對 其實我可以跟你聊天 可以啊 好不好 可以啊 好啦大哥這樣就交給我了啦 好 應該還要去忙對不對 對 好啦我跟我師傅好好採茶 好 大姐為什麼像這個都會有蟲咬 現在是還沒有很熱 很熱的時候它會有一個 叫小立月產的那個牙蟲 所以它這個是就是一定要讓它咬 因為我聽說有一種茶葉是 一定要讓那個蟲咬過之後 會產生它的唾液 加上做茶的那個技術 所以這個就是蜜香紅茶的那個由來 喔 所以一定要那個蟲 對 咬過它的唾液進去之後 然後再經過製作的過程 對對 然後這個蜜香紅茶的特性 就會產生那個 對對 它的那個由來就是這樣子 喔原來是這樣子喔 欸這個是 這個是採過 那個前面那個姐姐採過了 我沒東西採了啦 欸 那姐採三十幾年 我採沒三分鐘 我很怕採錯欸 不會啦 好 喔還有點心耶 我爹要不要吃點心 我爹要不要吃點心 它完全沒有效力 大姐我 你覺得你 不是大姐你覺得 你覺得我採這樣子 我有資格吃點心嗎 可以了 可以嗎 你覺得我能吃點心嗎 我吃點心就老闆要 哈哈哈哈 老闆剛剛說我應該給你們點心啦 到囉 好 厲害 這麼久時間 這麼一點點 才採這麼一點點 厲害 好所以老闆現在要幹嘛 現在齁 這個 嘿 綁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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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拿到它貨車上面 我來 我來 重嗎 重 這一籃大概幾公斤 大概 二十公斤左右 二十公斤喔 哇賽 這樣我剛剛一手二十耶 滿強的啊 好來 所以老闆這個過程是什麼 這個叫熱風尾雕 我們要等一下倒進去 讓它吹風熱風以後 它慢慢就 蒸發以後 就尾雕了 到這邊 是這樣子的老闆來 又來 對又來 本人啊除了煮飯是我的職業職業 爪帥是我的副業 一個禮拜至少會去健身三到五十 你剛剛看我那一手抬起魚 二十公斤的時候 我發現原本平躺的這一塊 突然腫了起來 本來就還該腫了 對 這樣 重這麼快 好 浪費時間 這到底 然後呢 我們要把它打開對不對 當然要把它弄鬆把它鋪平這樣 我示範一下給你看 好的 這樣子 這個因為它很緊實嘛 要弄鬆一下 我慢動作 分解動作給你看 一下 兩下 再灑過去 是不是這樣子 我沒有說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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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偷懶 沒有啦 我再把它打散啦 它黏在一起啦 你不適合工作 不適合在這邊工作啦 真的嗎 那踩雜的大姐 你自己跟他聊天 工作效率就降低了啦 我們給他一個開心的工作環境 不是很好嗎 欸 怎麼 為什麼要拿過去 你沒有瓶啊 沒有瓶嗎 對 有沒有瓶 我覺得有耶 哈哈哈 哇 漂亮耶 這個就是蜜蝦烘大的成品 對對對 哦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半圓形 對對對 一般的話是一條 一條 然後這個就是 像這樣就是半圓 對對對 等一下老闆你會泡一些茶給我喝嗎 來 試看看 好 這樣可以去喝你的好茶了吧 沒問題耶 我從來不知道喝茶需要這麼多的過程 然後花這麼多的時間 哈哈哈 本來就是這樣啦 有辛苦才有代價 需要是用那個 小 綠葉茶 小綠葉茶 最新鮮 它的唾液留在茶葉裡面 做成成品以後就有蜜的味 蜜下去 這也是真美的耶 哇 不錯喔 說真的大哥 我沒辦法花那麼多時間 但是我給你介紹一個好產品 真的喔 好不好 原脆 冷脆 蜜香紅茶 它裡面就含有花蓮舞賀的蜜香紅茶在裡面 因為它用了很多的工法去做 所以它非常的清甜 你泡這個給我喝 對 我拿這個給你喝 OK 我們用產品交換的概念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你喝一點 謝謝 真的很香 有蜜香紅茶的味道 有 而且它是甘甜而不苦 對 對不對 它那個回甘的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今天其實來這邊啊 我們也希望說大哥 除了介紹我們茶之外 美食更多健康 有沒有 綠茶霸丸 綠茶霸丸 蜂林扯 蜂林扯 蜂林扯拉麵 拉麵還不錯 有比我還扯嗎 嗯 好嘞 我們來到這一間 它是專門在賣綠茶霸丸 第一眼看它就很像那個 炒仔粿 它上面有大概 我目測應該有醬油跟米醬 用米做的醬 我先吃一下它的皮 綠茶霸丸 綠茶霸丸 它是油炸的 所以它的皮是有Q度的 豬肉的油在裡面 搭配到筍子的脆 整口咬下去啊 它的口感非常多 白色那個米醬呢 是偏甜 醬油的部分來補它的鹹 然後綠茶的口感是 味道是微微淡淡的 欸好吃 真的好吃 因為有藝人的關係啊 它的湯頭變成乳白色的感覺 它有一個酒的味道 喔我必須說 它的酒味有點重 好棒 我喝醉 然後喝完之後呢 再喝一下我們的茶 解解膩 因為我們準備要去下一家 走 來來 你好 你好老闆娘好 老闆娘你們這邊的特色是什麼 賣的最好的就是手工扯麵 手工扯麵 對對對 我們這個麵就是現吃現扯的 這樣我有機會扯一個嗎 等一下請你 你自己扯來吃 應該別有一番味道 沒有沒有因為我 好好好 來體會一下 讓我來吃吃看好 帶手套 哇塞 好來 等水開 好來沒關係來 好厲害 很厲害嘛 它這兩個 中間再 在 呃 存中間這樣子 分開 也是可以 口感會比較更Q 只是要 牙齒會有點不舒服 太硬了 沒關係沒關係 中間試開 OK 這樣就好了 沒關係 它不會 不會斷你慢慢來 對不對 他騙我 可以了 想要做好的料理 就要有好的食材 所以我們剛剛連 字面都自己拉 那你注意看一下 這個點了那麼多 我想是因為我們剛剛 有拉幾條失誤老闆娘 這小菜直接點的啦 有沒有點到 這條應該是我的 來我們來看老闆娘的 好 這是老闆娘的喔 它因為我炒過之後 它那個醬香味 然後跟那個鍋器 完全被麵吸收了 搭配上一些爽脆的豬菜下去 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豐富 麵 麵啊 因為它拉扯的過程 它會有厚有薄 但它每一口吃起來的口感 會完全不一樣 然後湯裡面有很豐富的 水果番茄的味道在裡面 它牛健心乳的剛剛好 除了它那個搖桿 保留住之外 牛健心乳 我最怕就是那個 肉絲啊 纖維化之後 它其實會卡牙 所以我覺得它的牛肉燉得非常好 好啦 那今天其實一早 四點多起來到現在 也過了大概十二個小時 我覺得今天這樣 十二點不是十二個小時 不是啊 我要把我的辛苦放大化 反正也照不到時鐘啊 你管我咧 今天讓我們了解到 其實每一個東西 尋找製作跟完成 其實是要非常費工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品嘗每個商品的時候 其實就要用心去體會 那希望下次呢 我還有機會介紹 其他的產品 然後其他的食材 其他的風味小吃給大家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